我们印象中的迪士尼大多都拥有非常漂亮的发型,而且大多是长发。 我们很难想象出,如果迪士尼公主们没有了美丽的长发,全部变成短发后是什么样子?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迪士尼公主们变成短发后的样子。 我个人认为变成短发后的迪士尼公主颜值直线下降,艾莎,X,安娜,艾莎和安娜,这对姐妹,真的可以说是姐妹情深。 虽然早期的安娜有点猪对友,显示让自己的亲姐姐走上陌路,幸好后期知道真相后的安娜幡然悔悟,也间接完成了救赎。 当艾莎和安娜变成短发后,安娜看起来挺合适的,短发纯情学生的感觉,艾莎这个发型就有点奇怪了。 差点以为艾莎变成了男的,灰姑娘灰姑娘没有成为王后时,那种朴素的感觉,在整个迪士尼公主中都非常少有。 所以我个人喜欢她原来的样子,多过于喜欢她穿礼服的样子。 灰姑娘变成短发后,真的是太奇怪了,原谅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,甚至笑了出来。 梅丽达公主,梅丽达公主,虽然画风奇怪,但坦白来说故事还是不错的。 变成短发后的梅丽达公主,没有了那一头乱糟糟的泡面发型,本以为会变好看,可真去掉后却又是那么的懂。 没有头发后,脑袋造型奇怪的感觉进一步放大了,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好。 小美人鱼,小美人鱼,那头红色的长发真的是太美了,特别是在水中漂来漂去的时候。